來講一下來到我們台南的感覺 聽說剛剛從樓下狂衝上來 對 老師昨天就來了 對 挺早一天來醞釀一下他們的情緒 來講講對這次我們台南朋友的感受 沒有想到這麼多人 真的齁 他們超熱情的 對不對 要感受一下他們的熱情 我剛剛都有發喉糖給他們 好來尖叫 愛馬老師 謝謝 超熱情的 對 但是這一區都會能感一點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對 每次看這一區 他們很妙 他們怎麼都交不出來 對不對 很奇怪 走到這邊就會失聲這樣子 失去聲音 不要亂想 來 謝謝愛馬老師 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正在他專業的創作部分 好 後來跟我們聊一聊 好 接下來呢 繼續歡迎的就是我們的 黃建勤 老師 老師很年輕啊 對不對 七字好了對不對 七字好了 音樂這麼專業 來趕快跟大家問候一下 大家好 好 你們害羞什麼 對 再嗨一點他們就嗨 對 你的 你的大家好 嗨一點他們就跟著你嗨 對 再來一次 來問候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本身就是補白癮對不對 你連回答都是補白癮的聲音 不是叫你要改一個守護霹靂嗎 我死在白虎 死在白虎 下一場一定要看到 好 好 讓戲名朋友們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都不多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所以 看你臉上流露出害羞的感覺 害羞羞涩的感覺 但是老師的創作 一旦進入他的音樂世界當中 哇 就五花八門天馬行空 任何曲風都可能出現了 待會兒好好的跟我們來聊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一下 好 接下來呢 繼續要歡迎的就是我們的 吳志偉老師 哇 一個 一個 又是七字桶了嗎 又是七字桶 好 七字桶了 老師來跟大家問候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吳志偉 吳志偉 老師是 你看他造型這麼前衛 他的曲風有蠻多 都是蠻雪面風的 對啊 為什麼落差會這麼大 呃 我是雙羽座 雙羽座 雙羽座 今天具合理性跟感性就對了 那現在外型就是比較不理性一點 哦 就是 比較 比較有造型一點 對 好 老師 待會兒好好來跟我們聊一下你的創作 好 謝謝 好 最後一個 是 Rocker 呵呵呵 好 歡迎我們的 鬼毛 好 我是 老師好 來 謝謝 老師本身有主團對不對 對 本身有主團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 Rocker 又有主團 結果創造了我們的那個佛教音樂的配慮 就是比較偏向佛門音樂的 這如果差實在是哦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下 本身是有在念經嘛 不是 呵呵呵 沒有我 我 我沒有 我沒有信宗教 沒有任何宗教 對 但純粹就是音樂的想法不一樣 就是 我們 譬如說在玩音樂的 玩搖滾的同時 跟你在創作配樂的時候 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對對 好 待會這個部分我們再細細的聊一下 謝謝我們的鬼毛老師 謝謝 謝謝休息一下 OK 來 那這個麥克風 我們就要先教到我們的美女第一棒愛瑪老師 來 因為你們待會要簽名也很辛苦 對 你們做的就好 對 站著部分有我啦 對 那當然我們講到這個創作 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愛瑪老師對不對 愛瑪老師的動作那個 他的作品呢 風軌是蠻兩級的 像之前呢 我們的子宮太醫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這一首很經典 那接下來呢 請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P的音樂當中 譬如說你的創作來源是什麼 或者是你們站在這個角色在創作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破輸的理感 或者是比較獨特的創作經驗 對 譬如說哪個角色讓你印象很深刻 你看 那子宮太醫 那子宮太醫 對子宮太醫 哦 我剛剛忘了提了 老師這一張原生帶裡面 他沒有他的作品出現 不過我問你的不是這一張 就是你所有創作當中 所以他剛剛有點嚇到說 誒誒 這一張沒有 當然啦 沒關係 因為你創作很多 所以剛剛我特別提到子宮太醫嘛 那其他的角色當中 會讓你特別印象深刻 要幫我看一下 還是跟我們講一下子宮太醫 嗯 聽說很幸運的角色 很難選擇 很難選哦 所以 可是很難選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要挑幾個 你覺得比較不錯的啊 對不對 嘿 那子宮太醫 還是 很難想得到 很難想得到 很難決定 好